今年年初因为疫情关系引发口罩之乱 在政府推动实名制之后 台东各卫生所及健保合作药局 担负起这一项重责大任 县长饶庆林而好中午特别举办了感恩查会 感谢各个药师及卫生所人员 也颁发感谢壮及1万块钱奖金 感谢他们辛劳 谢谢我们理事长的付出 还有对统筹我们整个社区相关的行政事业 县长将感谢壮以及奖金 交到协助贩售口罩的药师手中 并感谢他们在疫情爆发以来 投入了第一线的防疫工作 新冠肺炎期间 台东持续维持零确诊的好成绩 为了感谢全县44家社区药局 以及16乡镇的卫生公所 协助贩售口罩 台东县卫生局2日上午特地在地井折办理 新冠肺炎疫情口罩代售 有公社区药局卫生所感恩查会 即家庭健康护照成果摸彩 县长劳倩林表示 因为有他们的无私付出 才能够让县民安心 谢谢 谢谢陈药局 我们16乡镇 有8个乡镇是完全没有健保药局 是完全要依赖卫生所 当我们要实施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各位就肩负起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这些都是大家默默站出来 为台湾这一次新冠肺炎 能够这么顺利的度过 目前疫情趋缓 能够这么顺利的度过这段严峻的时期 其实每一位都是我们要感谢的牧民英雄 而且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很多人 大家在这影片都看到 回想当初每天在 抱一个口罩 加班 跟民众 沟通 买不到口罩了怎么办 他的气一定是出在一线的同仁身上 所以这种种的种种 其实都是我们要感谢各位的理由 台中信医药市工会理事长指出 社区药局是民众健康的好邻居 防疫期间能够为防疫工作尽一份心力 还有看见各药局也责无旁贷的无私投入 觉得非常感动也很值得 在这整个过程 我觉得 让民众得到心安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 要是在平常我们的工作之余 给病患有一个健康 就是一个正确用药的一个资讯 也是非常重要 除了颁证感谢状以及奖金之外 县长劳清凌也在现场抽出了 参与家庭健康护照活动的获奖民众 同时也期盼能够持续推广这项福利 台东这样的偏向来说 其实有一本健康护照 老人家或者一般比较 不在乎自己健康 因为有的人好会忍痛 就是让他们至少按照这个手册 能够定期的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目前政府决定将实名制口罩 持续犯责至年底 另外家庭健康护照也持续发放中 预计在今年底将发放7万本 让全县的家户持有率能够达到8成5 民众只要持健康护照 进行相关的预防保健服务及筛检 即可自卫生所兑换摸彩券 欢迎县民多加利用 记者陈建林台东市报导 是